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本次依舊是还没想好的代号杂谈系列 让我们看看最近有什么热子吧 近期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 原神闪兵改名事件 起因源于一个日本玩家在推特上的发言 5月24日他突然收到系统发来的改名通知 表示他目前角色使用的签字 已经违反了游戏的命名规定 要他修改 如果之后再违反规定的话 账号可能会遭到庭权处分 而当下他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很傻眼的 因为千知这个名字是他想非常久的 甚至还为他补了满命 于是这事情在日本被各种转发 可别小看网路的传播力啊 看看这1200万以上的观看数 尤其原神本身又不是什么小游戏 看系的热职人也非常多 于是迅速引起舆论发酵 而官方后来也有通知 让他可以居使用这个名字 所以各位后来才会在游戏的信头中 看到那篇补偿公告 那这事情就很单纯啊 米还有自己的锅嘛 不论是系统误判或者后台人员的疏漏 而且千知这个名字本身也不是多稀有 或者有版权的名字 也没有人会知道你未来的故事 会用到什么角色 而且这种强制更改的事件 也真的非常容易在日本引起问题啊 可别忘了之前的八重神子事件了 所以老米还是谨慎些吧 那再来是一个小八卦 各位看看就好了 酷弱裁员事件 前几天开始有不少的文章跟影片在讨论 明朝项目组发生不小的裁员事件 其中分析的论点也很多 像当时很多投资方对二次游戏过于乐观 也以为明朝能对市场造成第二次黑暗降临 结果在近期的测试反响并不如预期 导致不少股东特资 所以厂商位置要减少不必要的开销 那也有单纯认为是酷弱之前扩编太多 要降本增效集中管理 将资源有效利用 像之前也有江湖传言 明朝当时的文案年薪是将近100万人民币啊 先不管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为何这个百万文案的剧情是这样子 但其实真的也还好 毕竟台湾也非常常见 我也真的看过不少高薪荣源 不是什么靠血脉上位的 就是那种不断跳槽洗经历跟职位的 他们什么都可以不会 但偷懒甩锅签名 那是比谁都在行啊 而且其实不只酷弱 近期像是腾讯 字节跳动 米哈游 也有公司缩编调整的报导 甚至很多内测不怎么样的游戏 也会果断砍掉 那目前明朝这款游戏大架构也都成型了 实际影响应该也没这么大 反正再不济 还有腾讯会出手嘛 然后最近身风之眼上线 也有人问我他的营运状况 营收方便按频道的计算方式 上个月入服约在7400万台币左右 不算是挺高 但也不是特别低了 跟那些怪物比当然是比不了的 但也是足够好好营运了 而目前每次的版本更新也很稳定 除了有时候奇怪的活动特别干以外 还有他每次推出的新角色 都有种在别款游戏见过的集市感 但至少没一期什么大节奏就是了 而入台代理 总是存在那种不好说的神秘力量 所以除非入版挂掉 不然台版是够活一阵子了 然后明明我玩入版的时候一直都很稳定 怎么你台服可以一直搞出断线状况 可千万别把自己搞死啦 再来就是日本此刻为你爱尼克斯的 又一款IP受害者 勇者斗恶龙冠军 这款在今年1月发布消息 在昨天正式开放预约 而当天也刚好是勇者斗恶龙系列37周年 游戏玩法根据影片来看 就是很纯粹的回合制JRPG 所以除非你非常喜欢这个IP 不然玩上去应该是挺无感的 毕竟也没什么瑟瑟元素嘛 而且SE真的也不愧是潮冷放之王啊 如果不看买一段版本的话 手上也已经有N款了 像是勇者斗恶龙Walk 勇者斗恶龙战略指挥家 勇者斗恶龙XX乐 新制勇者斗恶龙 勇者斗恶龙怪物先进 还有上个月27号刚关服 隔天就转身到中国的 勇者斗恶龙达伊德大冒险 狼魂千半 这个恋财计划真的是很可以啊 就不知道这款能不能坚持住一年了 然后前几天不是索尼的游戏发布会吗 虽然大部分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基本上云过去就好了 但其中 嗯? 幻塔? 你也加入主机行列了 看来厂商还是在努力救治这款游戏啊 就看能否重回高峰了 然后其中有一款 影之刃0 这间公司我之前有做过他的 影之刃断罪者的影片 而那款游戏在去年12月15号 发了一个延期上市公告后 近半年就没有任何后续消息了 现在突然搞这么大的动作哦 但目前这款只有PP 所以看看就好了 反正没有实际操作 余力是不可信的 然后苏尼有推出一个Project Q 本来以为是一款新掌机 不过依照目前的资料来看 是依存于PS5的额外配件 让你可以玩在PS5上购买的游戏 而目前也仅支援WiFi 看上去就只是方便你带着它在家里随意玩耍 然后加长你的上厕所时间 不过苏尼本身有自家的云端游戏技术 就看他们之后要不要下放吧 那本周一些垃圾游戏都讲过了 就聊聊自己的频道吧 真的要不是观众提醒我 我还真不知道原来订阅已经默默破万了 当下我还在剪影片 而且还在思考另一部影片的文案怎么做 然后又想到很早之前 有人留言说 这个频道做不起来啦 没特色 看人想睡觉之类的 以及永远搞不懂的演算法 跟大量拒绝广告商的橄榄枝 而且其实影片的观看次数也真的都不高 外加受限本身技术跟设备的太落后 导致对目前内容的制作 还远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所以就是一个无喜无悖的状态吧 但还是感谢各位 然后各自加油 别被生活上奇怪的事情打倒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